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会喜欢夏天吃宵夜的时候吃串烧 今次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印度的串烧食谱 换下一个新的口味 可能你一吃就会爱上 好了,我们一起做吧 首先我们将焗炉预热到220度 然后在焗盘上铺上烘焙纸 好了,第一步我们将洋葱、灯笼椒和鸡腿肉切块 之后将印度综合香料 姜黄粉、辣椒粉、盐、yogurt、油、酸溶、姜溶和柠檬汁拌均匀 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加入鸡肉和蔬菜 然后腌4个钟 腌好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鸡肉串了 之后将鸡肉串排好,放在焗盘上面 在表面素上油烤25分钟 这样鸡肉串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酱汁 首先将蕃茄放入果汁机,打成蓉 然后准备一个汤煲,倒入油 放入洋葱粒炒香 再放入蒜粒和姜炒至金黄色 然后倒入蕃茄用 孜然粉、芫茜粉、葫芦巴粉、印度综合香料 糖和姜黄粉,用小火炒均匀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加入鸡汤 然后煮至稠身 再加入酸忌廉加叶3分钟 加入适量的油 这样酱汁就完成了 加上之前烧好的鸡肉串一起吃 简直是绝配 做了这一碗印度咖喱烧鸡 配一个自制发达风味酱汁 今个夏天做串烧都有新浅样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记得快点下转我们的App Happy Cooking